你好 欢迎来到美之一书 等期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叫《零年1945》 1945年被称为现代世界的零年 这一年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获得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旧世界像废墟一样崩塌 战后的新世界开始形成 这时 战后重建的问题也摆在人们的面前 一方面 人们希望重建家园 返回以前的正常状态 另一方面 人们又想进行变革 争取各种利益 避免灾难的再次发生 从1945年开始 世界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国际秩序 这种秩序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所以 在这本书里 作者告诉我们 1945年是现代世界诞生的元年 当前的很多国际和社会问题的成因都可以追溯到这一年 本书的作者是伊恩·布鲁玛 他出生于荷兰海牙 先后在荷兰和日本就学 曾在莱顿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和历史 后来又专注于研究日本历史 布鲁玛曾经担任远东经济评论和旁观者的杂志记者 也曾经是纽约书评的主编 现在是纽约巴德学任的民主 人权与新闻学教授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是作者对二战结束以后的世界历史的回顾 不过 作者没有把目光停留在大事件和大人物的身上 而是转向了那些容易被人们忽视的角落和群体 比如 大屠杀中的犹太幸存者 千百万的流民 战后的女性 各国的士兵等等 作者要为我们挖掘那些隐藏在宏大历史叙事背后的细节 透过那些灰暗的经历 我们可能会对历史有更深刻的理解 好 接下来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为大家详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我们来说一下 二战结束后的人们有着怎样复杂的心态 第二部分我们讲讲 在战后的世界里人们是怎样重建社会秩序的 第三部分我们再来说一下 为了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做了哪些努力 首先 我们来看第一部分 二战结束后的人们有着怎样复杂的心态 战争结束之后 无论是被解救的战俘 劳工和囚犯 还是重获自由的流散根源 又或者是被解放国家的百姓以及战败国的民众 都多少有着一种解放心态 是多种复杂情绪的混合体 其中主要包含着欢喜 饥饿和复仇的心理 三种因素结合在一起 让刚刚重获自由的人们 在行为举止上显得矛盾重重 这也对战后的社会安顿产生了不小的挑战 我们先来看这种解放心态的第一种条线 也就是战后欢庆的心理 这种情绪包含会让人产生难以置信的放纵状态 比如 在当时的欧洲 解放区的女性 包含对盟军士兵 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士兵 有着非凡的热情 因为与当地那些树骨临巡 精神颓废的男人相比 盟军士兵的形象更加阳光高大 而且 她们还能为当地的女性们提供不少物资 士兵与解放区女性的亲善行为得到了军队高层的默认 当地甚至还有指对盟军士兵开放的妓院和夜总会 这种情况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日本更加显著 日本内务省在各地建成了专门的备安机构 号召日本女性为国家牺牲肉体 此外 日本还有一些个体户的卖淫女被称为分奔女 也一度非常兴盛 其次 战后的肌肉状态也让当时的人们产生了复杂的行为 在二战后的德国贝尔森集中营里 英国人给幸存者送去了火腿 培根 烘豆 香肠和牛排 但是这些幸存者萎缩的肠胃已经无法吸收食物了 这些食物甚至还引发了严重的身体反应 导致很多人丧命 而在日本 严重的食物危机导致黑市盛行 来自盟军和日本军队的吉养被偷偷转卖给日本的黑社会 虽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限制向日本发放救灾物司 但美军将领麦克阿瑟定不打算严格执行 因为他认为通过给正在饥饿中的日本人民提供食物的方式 可以更容易地达到控制日本的目的 而美国控制了日本以后就可以制衡世界共产主义的发展 最后我们来看解放心态的第三种表现 就是明显的复仇心理 战争中被侵略地区的民众在战后 普遍都有着强烈的复仇欲望 比如在战后的法国 有些通敌的女人或者德国军官的情妇 被当地充满复仇欲望的民众把光衣服剃光头发 游击示众 身上还被涂满了纳粹的标志 不只是民众 军队也有报复行动 而且破坏性更强 比如在二战后期 苏联军队攻入德国 对德国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 报复的对象并不限于德国士兵 还包括德国的普通民众 在这场报复行动中 众多的德国人被屠杀和抢劫 村庄和城市被摧毁 被强暴的德国女性更是无法接触 而这些报复行为 居然得到了苏联军官的默认和鼓励 不过 随着战争的彻底结束和战后秩序的重建 各地毫无节制的报复欲望 才逐渐得到抑制 报复行为也被纳入到了 更加符合程序正义的法律审判之中 以上就是我们讲的第一部分的内容 惨烈的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经历过苦难的人民都有一种 掺杂着欢喜、饥饿和复仇心理的解放心态 这种心态也让战后的人们产生了非正常的行为表现 面对着如此复杂的情况 社会秩序重建的问题摆在了权力者的面前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第二部分 在战后的世界里 人们是怎样重建社会秩序的 在战争之后重新建造房屋并不难 难的是怎样解决战争所造成的众多社会问题 在二战之后 各个国家首先要解决的是无数民众的回家和安顿问题 1945年 仅仅在德国就有超过800万的战争离散云园被困 等待着得遣返回国 作者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父亲算是幸运的 因本还有家可回 家人也都活着 然而很多犹太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们大多已经无家可归 家人离散在各地 很有可能遭遇遇害 有些经历了悲惨遭遇的犹太人 回到家之后 发现不仅房子被别人占领 还要继续受着反有主义的偏见 并且被要求要懂得感恩 不要多事 在亚洲 战后离散云园的数量同样非常庞大 650万的日本人被困在亚太各地 100多万的朝鲜和中国劳工依然滞留在日本 成仙上万的各国战俘 还关押在战俘营和劳工营里面 安置数量如此庞大的云园 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在战后 与安置离散人员同步进行的 还有重建人民的精神家园 世界各国要重建民族精神和公民意识 消除法西斯主义的毒害 在很多二战时期被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中 军事占领和独裁官制 不仅让国家领土支离破碎 也在精神上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政治合法性更是荡然无存 人们的冷漠也腐蚀了公民意识 民族精神萎靡不振 为此战后重建的人们 一方面发起了清算运动 不仅清算本国的通敌人员和内奸 还清算残余的德国纳粹分子 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不少战争犯被压上刑场 另一方面 各国也开始美化自协的抵抗运动 塑造自己国内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 虽然很多英雄在战争中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 但仅仅是抵抗本身就足以被塑造成英雄了 比如在法国 戴高洛将军作为抵抗力量的头年人物 很快就获得了执政的合法性 除了重建民族精神 各国想要在战后获得长久稳定的社会秩序 还要进行社会法治的重建 重建社会法治最典型的表现 就是依法审判各种战犯和内奸 战争的剩益者 十分注意运用合法性的仪式 向人民表示执政者的正义性 比如在中朝边境的安东市 中国的韦市长和日籍的副市长 被进行公开审判 然后被装上马车 沿着安东的主干道 游街示众 最后被处决在鸭绿江边 执政者通过这种处决内奸的形式 向民众表达了重建法治和正义的决心 这种合法性的仪式 在战后的欧洲也很常见 比如在比利时 有5.7万人因为通敌被起诉 在荷兰有5万名通敌者被判刑 在匈牙利 这一人数则接近2.7万 战后 临时设立的人民法院 对通敌者一点都不会心思手软 他们需要通过这种看似正义的程序 重新强调合法的作用 而新的执政者 也在这一系列的审判之后 确立了新的权威和新的秩序 以上就是我们讲的第二部分的内容 在战争结束之后 人们为了恢复社会秩序 重建民族性和人性 展开了安置流民 安抚幸存者 进行人民审判 精算敌人等 一系列战后重建工作 战后重建 不只是为了让民众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也是为了 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不让历史重演 是当时的人们 都有的一种思想 在这种思想诉求的影响下 恶国政府和人民 采取了很多办法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第三部分 为了不让悲惨的历史重演 人们都做了 哪些努力 首先是人们的权力意识增长 对战后社会进行改革的行动 已经无法阻挡 战争结束之后 经历过苦痛的民众 获得了更大的解放 他们会为了争取自欠的权益 行动起来 比如在英国 战争刚刚结束 战时内阁解散 国内举行了新的大选 丘吉尔率领的保守党 在大选中惨败 而工党领袖埃德里 当选为新的首相 因为此时的英国人认为 战后的英国 更需要一个左派的政府来领导 所以就果断地抛弃了保守的丘吉尔 埃德里政府上海后 进行了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素材的改革 比如对国内主要的工业和公共事业 进行国有化改革 而且埃德里对政府改革计划 充满信心 同时 女权意识也在战后时期崛起 在战时 女性们就出门工作 为抵抗组织效力 或者肩负起照料家人的重担 在战争结束后 很多女性们 想要按自己的意愿 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 并且努力地争取 应有的人身权益和社会地位 再也不会你来顺受了 其次 为了消除法西斯主义 在战后世界的影响 美英苏等国 对战败国 推行战后社会的再教育 有意识地进行文化输入和思想改造 以对德国的再教育活动为例 东西部并不一样 在西战区 也就是英国、美国和法国占领的地区 这些当前者认为 应该把德国当成一块白板 让德国人相信 自己拥有诞生政治社会的基础 通过挖掘德国自身的优秀传统 来逐渐消除纳粹的影响 而在东德 也就是苏联占领的地区 当权者表现出强大的文化控制力 苏联对东德的政治文化再教育 采取的是一种更直白的方式 也就是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 取代了纳粹文化 而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 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造活动 大力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造 最后 在完成了本国的战获重建和社会改造以后 世界各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开始探索和重建新的国际秩序 所以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 避免大规模战争的在此爆发 就成为不少人的诉求 1942年 中美苏英等26个国家 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 建立了反法西斯联盟 1944年 又在美国顿巴顿像术园 讨论了联合国的目标 结构和功能 到1945年6月 五十国代表最终签署了联合国宣章 联合国最终得以成立 联合国在世界战后秩序重建过程中 具有重要地位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根体系 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以上就是我们讲的第三部分的内容 无论是政府改革 社会再教育 还是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建立 都是人们联手维护战后和平的尝试 尽管我们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是作者并不认为 人们能从历史中吸取更多的教训 因为二战没过几年 冷战就爆发了 一直到九十年代 世界都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下 不少地区性的战争也接年爆发 直到今天 国际秩序 依然面临着很多问题和挑战 讲到这里 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分享完了 我们一共讲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大家讲了 在二战结束之后 人们产生一种解放心态 这种掺杂着欢喜 饥饿和复仇的心态 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行为 导致战后社会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一派和平景象 许多人还遭受到了二次伤害 第二部分为大家讲了 人们对战后社会一些问题的解决 社会重建 艰难展开 离散人员的安置问题 非常棘手 而对于民族精神和社会法治的恢复 也需要艰苦而持久的努力 第三部分讲了 为了不让悲惨的历史重演 世界性的变革已经无法避免 战胜国和战败国都进行了 一系列的改革 国际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个新的战后国际秩序 都已建立 而到了今天 这个战后国际秩序 又开始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感谢观看